再来看到这位陈吉和宏吉一时连续剧包青天当中演出的童星林一范 当时头上有一撮头发造型让外界对他印象深刻 也从此成为学校的风女人物 其实林一范今年已经23岁 再次成为校园瞩目的焦点 因为他已经在挪威的国际钢琴演奏比赛上获得第一名的殊荣 变称是台湾新一代的钢琴王子 全神贯注双手随着变换的琴音来回在琴剑上穿梭 双肩和手背也随着节奏上下起伏 他是刚在挪威格力格国际钢琴大赛上获得首奖的林一范 也是在宏吉一时连续剧包青天里嘎脚演出的小童星 当时为了剧情需要剃掉头发只剩一小撮 特殊的造型和现在大旁分露出梅峰的俊美外形完全不一样 堪称是台湾新一代的钢琴王子 而且他不止情意一流还是创作才子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之前在世界大战的爱情故事 然后他的曲风包含了一点点的忧愁跟很多的浪漫 然后也希望我在这边呈现给大家 然后也希望分享给你听 专注的眼神和刘顺的情音林一范秀出还没有曝光过的作品 他更大胆下战铁希望有机会跟天王周杰伦切磋情意 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的手动得好快 然后很厉害 然后看到周杰伦在里面一起风发的样子 说不定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跟他同台 林一范只要坐在钢琴前 不论是全市抒情的悲伤原舞曲 还是重节奏的李斯特名曲 音符上下的跳动一如指尖在琴剑上的摆动 林一范义无反顾的载进了音乐的世界 也造就了新一代的台湾聚光 记得陈云会西时操台北采访报道